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之走近你 第25集 踏着夕阳,路易开车载着袁金夏回到了绿所 汽车驶入地库里,终于可以收回遮阳板不用再接受西晒的洗礼 袁金夏离开看守所时不好的心情 被路易的话语和西斜的阳光一点点消融 终于在下车的时候缓过来了心情 今晚可能要加班一下了 路易走到袁金夏身边,顺手锁上了汽车 我没问题的,那一起上去吧 回到了办公室 袁金夏才想起来了还有个纯云敏的事情 结果还在自己刚坐下的时候就看见路易把他送出了律所的大门 不还是把你晾在律所了一下午 袁金夏也觉得自己忽然幼稚了 这种吃味的事情实在不应该是一个下属能想的 电脑的屏幕上光标还在最后一个文字处一闪一闪的 好像在向他眨眼睛提示他赶快完成 因为心里存了点事情 文书写的一直磕磕绊绊的 一直到月亮变得明亮起来时还没有完成所有的工作 袁金夏挠了挠自己的头发,告诉自己效率太低了 今天自己又成为了办公室里最后一个下班的人 正在袁金夏抓狂的时候 刚刚写了一页的新文件随着电脑忽然一下的黑屏一起消失在了黑夜里 果然有一件事情不顺的时候 后边的好几件事情都会跟着不顺 他泄气地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的灯 只要不低头 眼泪就流不下来 可惜灯光太晃眼 两滴眼泪还是顺着太阳穴流进了发丝里 这一天的起起伏伏实在是太多了 让人没办法用一个平常心去面对 在乐观的人也有悲观的时候 怎么还没回家呢 我订了外卖要不要一起吃 路易的声音随着他的步伐越来越近 袁金夏迅速在脸上抹了一把 坐直了身体 晚饭 复述完这两个字才意识到自己的肚子早已经饿别了 一起吧 我订了披萨 路易说完就向前抬走去 我在休息室里等你 不等袁金夏答应就已经走过了转角 没了身影 看这样子袁金夏也拒绝不得 只好站起身 还拿起了桌上的小镜子 确认一下自己的状态没问题 才去了休息室里 还没进门就闻到了一股披萨的香气 再仔细闻闻 居然有些熟悉 是上次我和大阳定的那家披萨店 袁金夏惊喜的在路易面前坐下 看着还在冒热气的披萨直艳口水 你上次记下了这家披萨店 我记得你上次吃的挺开心 今天就想尝尝 路易找了个借口 才不会承认自己是之前记下来了 今天看他心情不好 想买点好吃的让他高兴一些 多谢啦 这么久你还记得 袁金夏有些感动 其实心里也在猜想着 路易是不是为了自己定的这顿饭 最后想到今天的那个女孩子那里 还是告诉自己 不要妄想了 结束了想入菲菲的幻想 今天的事情比较多 路律师不介意 我先拿回去吃吧 袁金夏不是不想和路易 一起吃这顿饭 只是忽然间想到这些事情 只想逃离开 袁金夏 你在躲我 路易看着袁金夏 准备拿着披萨离开的动作 我没有 就是今晚突然电脑黑屏了 重启以后 发现一些文书 全都要重新写 赶时间而已 袁金夏说着 半真半假的话 自己都快要相信了 听着他说完 路易原本是想要结束完晚餐 送袁金夏回家的 现在 听了之后 决定在律所多 陪着他一会儿 工作稍微找一找就能有 夜晚的星星 在天上眨眼 袁金夏在屋内的电脑前眨眼 他有些不敢相信 路易居然在晚餐结束以后 拿着自己的笔记本 从办公室里出来 借坐在了杨岳的办公桌上 美其名曰是为了帮助袁金夏 赶快结束工作 如果有不明白的问题 随时都可以提问 真是个海王 袁金夏想到了下午 来律所的小姑娘 还是忘不掉他进出路易房间的事情 那么随意的样子 看起来和路易非常熟 结果现在路易刚送走了人家 晚上就跑来自己这里 实在是笑话 想过这些 袁金夏手上打字的力度更大了 愣是把办公室里的普通的键盘打出了机械键盘的声音 在办公室内劈啪作响 路易被他使劲地打字声吸引来 转头看了眼他之后 又无奈地笑了笑 继续阅读着眼前的资料 大楼里的灯光越来越少 袁金夏终于结束了 自己手上的文件才转过头去 刚停下手上的工作 路易就敏锐地发现了他的动作 工作结束了 路易问 结束了 他回答 今天太晚了 我送你回去吧 原本袁金夏是想要一口拒绝掉的 只是对上路易显得格外无辜的脸 只好点点头 硬下来了 一天内第二次坐上了路易的汽车副驾驶 总是会给人一种恍惚的错觉 加上已经入夜的时间 正是进入梦境的最佳时间 困顿顺带着发懵的脑袋 让袁金夏有些不清醒 心里的声音好像在告诉他 今天的一切都不是自己看到的样子 他都这么晚 特意来送你回家了 白天的事情一定是个误会 随着汽车上坡时的惯性 以背带给人的推背感 更是让脑子跟不上汽车行驶的速度 晃晃悠悠的好像进入了云端